送禮物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有點難堪啦 就是有一次也是有一個 男友也大概交往三年左右的時間 但是我已經很清楚感情 就是包括前面有一些態度的變化 就稍微變了比較淡就對了 然後聚的機會也比較少 然後有一次剛好我們好像不知道 約去幹嘛 晃晃還是什麼看臉有忘了 然後結束以後要去牽車 然後呢去牽車之前 還沒上車前 他就從口袋裡頭 然後掏出了一個小盒子禮物 然後我想什麼東西 他說沒有啊送你的 很久沒送你禮物這樣子 然後我心裡想哇好開心 想說哇你竟然還會送我禮物這樣 然後他說沒有啊 就是剛好路過逛道啊 然後想說很適合你就買了 然後就打開來一看 欸很可愛是一個那個 當時那個年代 就是還蠻紅的一個銀式的品牌 然後是一個小小的銀式尾介 小尾介這樣子 它一個小蝴蝶什麼的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的 謝謝他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後來就上車 上車了以後他就夠看說 喔對啊我幫你買的是那個小尾介 我自己買的是一個 他自己手上就帶了一個無名紙 對無名紙的一個也是銀介 然後他就說這個很特別啊 你知道他就是專門帶 就是放在這個紙上 然後他是做一個斜斜的形狀 因為無名紙這樣是斜的嘛 然後我說還蠻好看 就很素這樣子 我說也蠻好看 我就不宜有它 然後坐上車 準備要開車之前 他有個習慣 就是把口袋裡的東西會掏出來 然後放在兩個作為那個凹槽箱 就是不想卡在那邊嘛 然後他就一把這樣抓出來什麼什麼 家裡鑰匙啊什麼皮夾啊 然後發票把他全部丟出去 然後我就看 我就看一下 然後我想發票很亂 我就想說拿來 把它整理 對 把它攤平 然後把它 然後一看他發票 然後我只是才瞄到 某某百貨公司 他這個某某百貨公司的發票 然後只看到了一個總金額 我隨便亂講可能兩萬 兩萬 然後後來我才剛瞄完的瞬間 他就一把把18票抓來 那個反應太劇烈了 對 一把抓回來說 那個沒有關係我放口袋 就塞回去了 然後我就也沒有再多說任何一句話 那妳心裡有數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怪怪不太對勁 然後呢我就去了某某百貨公司 然後去到了那個櫃 看到了我那個小小的尾戒 剛說總價兩萬嘛 小尾戒是四千 然後我就想差不多 因為我估計那個品牌的價錢 大概是一個價位 這時候那個 郭桂園 他就跟我推薦說 這是我們最新款的 然後它是對戒 真的就是兩紙戒指 然後一紙呢 它的設計就當時很特別 是專門設計給左手的無名子袋 另一邊呢 就是專門給右手的無名子袋 所以它的形狀你是固定 你只能是放在左右的無名子這件事 然後呢 我就心裡已經一震驚到抽一口氣 然後後來我再一看價錢 那個對戒 每一紙的對戒是八千 所以八千加八千 再加你的四千 剛好是兩萬 然後你就這樣 那妳有跟他心思問罪嗎 我沒有 你也是不問的 我真的 我後來我問不出口 對 有一些事情真的不用問 像妳說那個 這種人很明顯 就知道他已經在劈腿 我是有一個 有任男朋友是 已經越來越淡道 他脖子都已經有吻痕了 對啊 因為他說被問 對啊 說他抓的啊什麼的 那妳就知道 他就是被別人吸的啊 幹嘛不承認啊 這樣妳也不戳穿他 沒有什麼好說 就再見 不要聯絡就好了 但他還是會一直在說 怎麼樣 他還是要一直要追求妳 就覺得說 那只是他一時什麼犯錯什麼的 可是這有什麼好說的呢 對啊 妳都已經吸出一個證據 而且還吸在這邊 他開車的時候 我剛好都 他還吸在這邊 妳也不閉一下對不對